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NBA啊 好长时间没有打NBA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咱们继续打NBA 今天我看看咱们打哪场比赛 我看一下 咱们打一场比较精彩呢 打一场比较精彩 其实也不算精彩啊 咱们打骑士对小牛这场吧 好 那我们开始啊 上面是骑士对马刺的比赛应该是啊 好 咱不看了 那咱们今天马上打一场 Let's go 我选择骑士啊 我比较喜欢欧文 这个是2KTV啊 这个地方跳不过去啊 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像这个2K17还有一个卡牌模式啊 这个有时间我研究一下 这三个解说咱就不听了 今天是小牛的主场 像伯特 库里 这个库里应该是勇士的库里的弟弟啊 现在不看了 小牛也没什么球星 勒布朗 诺维斯基已经39了吧 40 岁数很大 估计再打一两年啊 好 咱们开球啊 汤普森对诺维斯基 诺维斯基的剑模很像啊 好 咱们开始 好的 乐夫 给向伯特 汤普森 给向伯特 向伯特往边上走 起码是剑 好的 向伯特看来还不错啊 欧文 注意防守 不好 注意篮板 哇 三分打进 两分 还好啊 小牛都两分 看欧文 给勒布朗 勒布朗单打 进不去啊 汤普森 推穿勒布朗 再给汤普森 汤普森单打 好的 汤普森的得分能力一般啊 场军也就十分不到 但是呢 他却是八千万先生 好的 欧文篮板啊 勒布朗单打 汤普森 汤普森给大哥 擦屁股去 给擦屁股 结果他也没投进 威连姆斯 欧文防守 欧文不要试卫 诺维斯基 两分打进 老诺维斯基还是很稳啊 不过他一直有伤 给勒夫 回穿欧文 再给勒夫 两分打进 勒夫毕竟也是曾经的全明星啊 今年马刺成绩很稳定 结果他今年全明星 就梁纳德一个人啊 有点说不过去 哇 居然没有二加一 汤普森还是汤普森啊 好的 也不知道汤普森和卡戴山的关系怎么样啊 据说啊 这卡戴山说 我要给汤普森生儿子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坏了 这球没投进啊 注意防守 好的 没时间了 这球没有扔出去啊 以前我打NBA一截调的是四分钟 我为了调效应啊 从今后开始呢 我一截做成 两分钟啊 四分钟打一场 估计得三个三十分钟 如果是我一截调两分钟的话呢 打这一集估计是 十七八分钟 诺维斯基 41号 我天哪 他是不是比41岁了 快 威廉姆斯 欧文防守啊 防守呢 是按这个手柄的R2键啊 我用的是这个XBOSS360的手柄 非常的好使 非常的好用 前两天我参加这个 好的 我猜那个VSWITCH这个体验会 现在那个VSWITCH的手柄做的非常像 弗莱 做的非常像这个XBOSS的手柄啊 手感也非常的像 所以我那天打结吧 全赢了啊 不说啊 弗莱发球 哇哦 两分居然没有打进 弗莱的眼睛瞪的一会儿 太吓人了 太圆了 再发 好的 两发中一 还算可以啊 现在咱们是8比4 欧文 不好 对方突进来了 欧文来一个单 单独杀了 哇 没上去 怎么还把球给提高 不好 我天哪 空位 这球没投进 是啥自己的问题咯 乐布朗 跑的 两分打进 小牛水平还是超微差一行 比较老迈 要单打 不好 哇 这个三分 主要是这个欧文的防守 十位啊 这还不单独来 漂亮 他的防守很空虚啊 这一看欧文还不单独来一个嘛 对不对 好 注意防守 对方回敬我一个灌篮啊 篮球非常讲究 就是一对一的斗牛嘛 利金斯 哇 没有了 这个球打的太勉强了 好的 欧文 这在不进 欧文他是有能力可以灌篮啊 赶紧回防 没有时间了 注意他的三分 哇 这就是电脑找平衡啊 打到篮板 电脑太能找平衡了 他两个三分 把这比分就追回来 欧文的建模很像 中场还采访一下泰伦罗 我今天这场 这场骑士对小牛吧 我这个路化的 采用的这个帧率是30帧 我看看效果行不行 如果效果不是太好的话 如果跳针厉害的话 我回头再恢复成60帧 目前我先试下30帧 为什么30帧 他这个存储文件相对比较小 60帧的将近四个G 这一个文件 可能比较大啊 我先看看效果再说 达拉斯 中场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去啊 好 咱们把它跳过 开始啊 威廉姆斯对欧文 哇 诺维斯基 老麦的诺维斯基 居然是跳投上篮 哦天 不是他经典的金鸡独立啊 欧文自己来 哇 这个球打的 有点勉强 篮下都是腿 哇 他有三分 库里 我天哪 和他哥哥差不多水平啊 好的 两分打进 汤普森 咱们还有在防下一个 吹谁的球 小牛的球 先莫特把球拨了出去啊 杰弗森 诺维斯基 漂亮 这是大帽 谁的大帽 勒夫的大帽吗 杰弗森 你的 好的 杰弗森 直突篮下 杰弗森 好像是说 是换下勒布朗 刚才听他解说 这么说的 不好 被他轻易的突破 他应该是 做了一个挡拆之后 晃掉了欧文 然后上篮成功 威廉姆斯 香伯特 好的 大家都得战术啊 一个图篮下 一个往篮下传 在足球里面 这个叫越位啊 我这个欧文 就抢不到他 跑得漂亮 欧文冲 自己上篮 勒夫 两分打进 Fear go 注意小牛的反扑 卡文勒夫 防下 挪威斯基 果然是 金极独立的投篮啊 还好 第三节结束 咱们领先三分 比分并没有拉开啊 马上进入第四节 我觉得啊 咱这 这是一个新游戏模式的介绍啊 库里 乐不乐 我觉得咱们每节调四分钟的话 我估计全能赢 如果是调两分钟啊 那就存在偶然性 可能赢可能输 我觉得反而更有挑战性啊 因为时间越长的话 肯定玩家占优嘛 我觉得调两分钟还是正解啊 好不说啊 咱马上开始第四节 中场也没有拉拉队 要有拉拉队的话 我就不跳过 我就看一下啊 好 科威尔 杰弗森 自己来 好的 杰弗森刚上场 这体能没问题啊 足足的 谁犯规 杰弗森犯规 天哪 打手犯规 这种球其实很微妙啊 说打手也行 说没打着也行 乐布朗又上场啊 最近好像有人说 龙多要加弄骑士啊 他说龙多和这个 就是朗斗嘛 现在在这个公牛 他说和这个 乐布朗是绝配 哎 朗斗就这个性格 而且嘴也不好 啪 哇 不好 对方投三分了 哇 还近了 啊 朗斗进来的话 那么好和这个 詹姆斯打架也说不定了 朗斗那性格不太好 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OK 怎么这半天双方光灌蓝了 咱们还是领先五分 但是不能掉血清心啊 毕竟两分钟一场 不好 你看掉血清心了 稳住啊 哇 这个球没有打进 利金斯 哇哦 追平了 这两分钟一半 一截的话打得很刺激啊 勒布朗 福来 好的 因为两分钟一场的话 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啊 他就不是实力的对比了 就是偶然性的对比了 库里 库里长得真的跟他哥哥很像 他的三分球肯定也是学他哥 给勒夫 找勒布朗 差点二加一 但是勒布朗的发球 我还是比较担心啊 还有41秒 勒布朗争口气 果然争了 勒布朗他是连续13年全明星首发 这真的是很难得 绝对属于天之骄子现象级啊 好 咱们再来 啊 果然两发中一 我就说嘛 勒布朗的发球水平 越来越差 好的 欧文的灌篮 欧文的盖帽不是灌篮啊 欧文自己来 漂亮 二加一 威廉姆斯犯规 欧文打的这么好 勒布朗干嘛还要龙多 很奇怪啊 不说了 好的 欧文的发球比勒布朗都稳啊 咱们现在领先6分 还有29秒 估计这场比赛拿下不成问题啊 我们表现的很不好 教练还批评我们啊 他不是教练 他是助教啊 然后 今年下半年出的NBA的2K18 说是要在这个switch上发卖 如果真在switch上发卖的话 哎 吹声犯规 哦 威廉姆斯犯规 如果真在switch发卖的话 估计我也会买啊 我今年这个主机 switch我肯定会买啊 任天堂的switch 好不说啊 咱们先发篮 欧文 欧文的发篮比勒布朗稳啊 好的 两发全中 赶紧回房 诺维斯基 诺维斯基 好像他这个剑膜 头发相对有点短啊 最后几秒钟 勒布朗还在场上 欧文 欧文 欧文偷一个 没有偷到 诺维斯基三分 哇 老司机 果然是老司机了 赶紧 给欧文 哇 诺维斯基 没说的 很敬业 好的 看欧文还是稳啊 这个球要给勒布朗 就悬了 OK 毕竟这个 欧文年轻嘛 乐布朗 今天32了 巴恩斯 巴恩斯 去年 去年在勇士啊 巴恩斯 勇士真的是 人才奇迹啊 人家说呀 走巴恩斯没事 你别走伯古特 伯古特毕竟 在这个内线 还是有点威力啊 对方还有标三分 完了 他没了 还犯规 天 欧文 咱们争取连发 全禁啊 好的 欧文真的比勒布朗稳啊 勒布朗前两天 不连续输球吗 他就说 你还得给我加人 就把他的经理 都给弄怒了啊 他说你乐布朗 你还要加人 你难道想凑齐五状元吗 完了没了 这回是真的没了啊 好 这样比赛 我看咱最终比分是 40比33 领先了7分 还算不错啊 咱们可是两分钟一场 打得还算不错 自卖自夸啊 好吧 这个视频也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NBA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